现在 来说说你的事吧 现在来说说你的事吧 没什么好说的 据关永明交代 你让你弟弟替你拿货 不是第一次 是有过几次 可他不知道里面是毒品 他以为是我店里进的女装 警官 你们不会判我弟弟吧 这事真的和他没关系 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我只能用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了 周警官 刚刚接到报警中心电话 有一个叫薛小丽的报警自首 带过去 薛小丽 这个薛小丽 四年前因为卖摇头丸 被判了三年图形 去年刚刚放出来 而当年把他抓进去的 恰好就是方队 方队 没错 薛小丽放出来之后 和方队的接触一直很平凡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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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队 方队在哪儿 安 马 马小鹏 马小鹏你怎么 说 海洛依 海洛依 死 小丽 小丽 你早点回来休息啊 行 你别管我了 我公司里得还点事 可能回来晚点 你早睡吧 早点回来 大大 小鹏 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薛小丽那边的事情 基本上处理干净了 这下应该不用担心了 不用担心 薛小丽她可是警方的线人 就是因为她沙雅香被抓了 而她的哥哥沙雅姬 为了给她弟弟报仇 居然敢杀警察 胆大妄为 而这一切 你马小鹏好像帮了不少忙吧 沙雅姬她在金三角 就是个头目 早在国际刑警那儿都挂了号了 尤其这次来天中市 还轰轰烈烈干出这么大一个事 这不捅娄子吗 警察能轻易地放过她 她要是活着落在了警察的手里 你还敢坐在这里 跟我说不用担心 老大 那现在怎么办啊 权衡利弊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小老大 我们老大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 这是证件 您的意思是做点杀机 金老大正够朋友的 替我谢谢她 好啊 时间不早了 上路吧 走吧 她沙雅姬在金三角 早就有人垫着她 这次我帮胡思海除掉了沙雅姬 那以后 我们要拿货 就从胡思海那儿拿 她比沙雅姬要低两成 这里边的利润 是相当可观的 低两成 还是老大高明 您这是一箭双雕 即甩掉了沙雅姬的那个包袱 又拿到更便宜的货 佩服 这次要是不出事 也就罢了 如果要出了事 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不会饶过你的 明白了 老大 余法医说 薛晓菲的事件报告 今天下午就出来了 这县长就没法 你发现一点线索吗 没有 我们赶到的时候 凶手已经跑了 薛晓菲一死 这线索又断了 方队那辆车查得怎么样 晓菲正在查呢 得抓紧 你上回好像说 薛晓菲已经来到天中了 是 我们抓了他的弟弟 他很有可能就是威热室来的 这么说 方队的死可能跟他有关吗 这个不好说 看来 刹亚集这次到天中 不是那么简单 你再抽几个人 专门去查查亚集 是 昨天不是抓两个毒贩吧 他们知不知道方队的下落 听说其中一个还是警校的学生 跟方队的女儿是东学 是 那个警校学生叫赵小阳 我见过一次 条件还不错 真是可惜了 不过 他是替他姐姐打货 并不知情 另外一个是惯犯 应该跟方队的失踪 没有什么关系 原来是这样 那就把那孩子放下吧 咱们队 不是要从他们学生里头招人吗 像这样张婚戴新的 坚决不能要 是 是 小杨 是我不好 是姐不好 你别恨姐姐 你到底让我帮你运了多少次毒品 就一次 你信 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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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都说了 你要毒瘾 毒瘾啊 赵阳 我错了 我改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破的老爷们了 赵阳 赵晓晓 你这会做你对不起分骂的在天之灵吗 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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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大家毕业的日子 本来应该送上祝福和祭语 但是 就在我们即将毕业的学员中 有一位同学 被天中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抓获 这名同学 尽管没有参与贩毒 也没有系统 但是客观上却帮助了贩毒分子 运输毒品 经 校党委 研究决定 将本校零七届学员赵晓阳 予以开除学籍的处分 赵晓阳 出点 赵晓阳 搞什么 我 拿下荊 比全帅 小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您囊处 好 根据小警队的真控应该就是这个路段 嗯 老周 你看 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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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这个结果对你不公平 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你 但是 我想让你知道 不管怎样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的 你好 你好 你们找哪位 我们是锦夏刚毕业的学生 今天第一天报到 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好 那你们到办公楼二零四报到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李法医 李法医 赶紧安排时间 快 到法医室 快 走走走走 快 不要 腹部中枪 初步来看 这应该是死亡的直接原因 具体情况 还要进一步化验 好了 大家先散了吧 等待法医的检验结果 爸 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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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菊 方向明那女儿呢 我请让她的警校同学良知送她回家了 抽时间 带我去她家看看 是 开会 方向明同志 是我们基督大队一队队长 前天深夜 突然失踪 接下来今天早晨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犯罪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 我想听一听各位的意见 陈队 你先说说情况 好 通过 初步调查 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都知道 方队在失踪之前 最后一个联系对象 是薛晓利 而这个薛晓利呢 是马晓鸿团团的成员 会儿 刚才 法医从 汤队的上一口袋里发现了两样东西 三颗高纯路段的海洛因 跟一张银行卡 卡上有现金五十万 大家再看 这是昨天晚上 在西郊发现的西南毒枭 沙亚吉的尸体 死亡烟因 是头部近距离中枪 这就是徐晓丽 方队失踪之前 最后一个联系对象 而且在这之前 方队跟薛晓丽接触频繁 技术科的报告显示 从薛晓丽跟沙亚吉的 重枪弹道分岐 子弹是从九毫米 紧用手枪射出的 也就是 方队的陪墙 咱们把整个事情联系起来 抓捕沙亚吉的弟弟 沙亚祥的行动 是由方队主持 首先 消息的来源就是个疑问 通过沙亚祥的供述 他们致辞来天中市的目的 就是为了跟马晓鹏团伙进行交易 就在我们张开网 等待马晓鹏落网的时候 方队突然接到了薛晓丽的电话 终止了行动 当晚方队就失踪 紧接着薛晓丽跟沙亚吉就被人枪杀 而凶器正是方队的配奖 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方队有可能参与了马晓鹏团伙的毒品 跟利益上的牵连 并且参加了他们之间的仇杀火并 这不可能 老婆 根据我对方队的了解 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罗周啊 我也希望方队是清白的 必定是几十年的老同事 可是 咱们掌握的情况就白在眼前 办案是要讲证据的 可是这种证据 咱了 方向明被杀一案 一定要慎重对待 我已经向省力打了报告 建议省厅 向各兄弟城市抽调骨干力量 组成专案组进行侦破 到处由卓大红协调配合 查明真相 尽快复合 是 这是胡四海的货 对 胡四海这人说话还挺酸话 他的价比沙亚吉低两成 这就对了 省力人嘛 讲究的就是诚信 这样 拿走你应该拿的那份 剩下的按老规矩 存在乔云山的仓库 好 老大 艾尔芳来了 他怎么来了 老大 听说今天这儿分货 这儿分货 这儿分货 你们先回去 嗯 让开 谢总 兄弟 我看你长得不年轻 脾气倒挺冲 放开 呦 我说今儿怎么这么热闹呢 感情人都在啊 约姐 嗯 若兰 正好找你有事 你先到我办公室等我 好 小康 你等一下 老大 刚才当着桌头的面媚教训你 那是给你留面子 你还好意思来要货呢 老大 沙哑急的事 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苦劳 现在死的是谁 那是普通人吗 那是警察 把警察惹急了 我们没有什么好果子 你懂不懂 老大说得对 懂你还到处招摇过世 那我手底下那么多兄弟 总要吃饭吧 告诉你手下的兄弟 这段时间 让他们都给我消停着点 最好离开这个城市 躲得越远越好 等风头一过 我自然会补偿你 文文 我请客 请我喝一杯 先生 别喝了 你醉了 我没醉 你过了 我叫你呢 你听没听见 不理我是吧 全都不理我是吧 我还不理你们呢 马老弟啊 老大可是再三关照啊 不能跟你提火 屁话 要都听金老大的 我们都得饿死 他让我出去躲几天 那也得要盘缠吗 再说了 放在你那儿的货可都是我的 怎么 你不会想趁火打结吧 哪儿的话 你彭哥的话 我乔云山怎么敢动 不过金老大的命令 我也不敢违抗啊 你万一追查下来 我也跟着倒霉 是不是 这个货呀 我真的不敢跟你提 不过放心 放在我仓库里呀 比放在你裤兜里很安全呢 都怕他金老大 就没人怕我了吗 哥们 一个人喝酒有什么意思 要不 陪我喝一杯 我不喝酒 喝点猛料 要不要 什么猛料 茄子 粉 来 找他玩 你怎么打人呢你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人 要不这样 你不是缺钱吗 我给你 你就当把货卖个我了 在肥水不流外景田 怎么样 还是乔长长明白我 来 喝一个 好 你这么久 我去看看 来 来 来 别管 别管 老大蛋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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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害人 老大蛋 来来来 以后别来了 听见门 再来让你躺着出去 有种单挑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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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别看了 喝多了啊 走了 梁志 是 谢谢你 吃啊 放你啊 是我 小杨啊 小杨啊 杨智 你怎么 你怎么 把叶三公怎么在这儿啊你 你小心点 房子都已经摔咬 你跟房庭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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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你听我说啊 你误会了啊 可千万别乱想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误会了 这小子趁人之危是吧 那我没 好 那你解释解释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我知道 你嫌弃我了是吧 我被经销开除了 你嫌弃我了是吧 那你也不能叫他呀 赵小杨你听我说 方庭的父亲死吧 你说什么 我说方庭的父亲 方向民队长 被人谋杀了 方庭 这是 这是真的吗 我 我不知道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刚才 方庭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走 都给我走 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 这种事我能骗你吗 禁毒队的周警官她 担心她出什么事 特意让我在她家陪陪的 按道理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你在她身边吧 你干吗去了 在这戒酒消愁 谁 终于不带她现在赶少庭itzigen 方面刑事 都觉得 allergy 您背об钱吗 我不该误会你 相信了 我想你也知道 是的 我也喜欢方婷 本来想毕业了之后再跟你们说的 然后我们俩来一个公平的竞争 我现在没脸见了 要不 我把它让给你 你把方婷当什么了 你说让就让是吧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有本事就跟我来个公平竞争 看方婷最后是谁的 那你小子可没戏啊 那可没事 有种 好 晓阳 我也没想到 你姐既然 别跟我提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量了 我曾经想了一大堆的话 晓阳还跟你说 可是到后面我自己都觉得假 你以前是一个从来不会认输的人 这一次你也别跟我认输 好 好 来吧 再来喝一个 老田 老田 大红 你怎么来了 你们俩认识啊 老同学了 都十几年没见了 可不是吧 先聊正事 好 先谈工作 晚上一起吃饭 田警官呢 是省里排来的调查组组长 老周啊 以后你就配合田警官的调查 行 先给他介绍一下方向面的情况 行 好吧 那好 你们聊 好 我不赔了 好 坐吧 光听说要来人真没想到是你 我是早就侦查好了 你总是搞突然袭击 先说正事 好 方向明是四月四号晚上突然失踪的 对 这些我明天带回局里 调查结束会还给你的 现在你跟我们回去局里的 有些事还有问题 走 好 就这些了 大红啊 这一次咱们又可以联手办案了 对了 我听说方向明同志的女儿从警校毕业以后 也分到了咱们天中市公安局啊 对 哪个科室呢 这个暂时还没有具体安排 方婷刚刚报到的那天 她爸爸去世了 所以我就安排她回家休息几天 但是破案要紧的 方向明女儿身上很可能有重要的 价值的线索 方婷 你过去吧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坐吧 这位是专案组的庭组长 好 坐 方婷同志 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爸爸是什么时候 凤婷 每天的事对不起 我不知道方楚楚出事 请你原谅我 我本该当面向你道歉吧 可现在的我 不知该如何面对你 给我点时间 好 钱给您 谢谢啊 客气 行 上来 大蝦 我也想能一直打开 对 你不认识怎么办 又是��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ая アネ 那么成为一大男人 在这卖女士内衣 再或者我真的去贩毒 少阳 你的事我也是刚刚听说 我知道你心里在埋怨完烦 但是没办法 我们那是职责所在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你也会这么做 对吗 没错 我没有怨你 也没有怨景象 是我自己命不好 如果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话 尽管说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等一下 你姐现在在 贴人中的戒毒中心 你别跟我提她 但是戒毒人员最希望的 就是亲人能陪着 关心着 爱护了 如果 那谁来关心我 谁来爱护我 我是一个警校的高材生 我的职责是将犯人生之以法 而我现在呢 无缘无故地 参与起贩毒案件 无缘无故地被拘留 无缘无故地被警校开除了 是谁毁了我的梦想 都是因为我的亲生姐姐 赵小杨 我没有这个姐姐以后 她爱死死 她爱活活 这是她中有自取 是 她是毁了你赵小杨的梦想 可她毕竟是你的姐姐 亲生姐姐 还有 那天在关局 你姐姐为了证明你赵小杨的清白 甚至于不惜伤害自己 这些你知道吗 不管她做了什么 这都不能成为你 毁掉她整个人生的理由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当一个警察吗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穷到处被人家欺负吗 那时候我记得刚有超市 我姐在超市被人诬陷偷东西 还爱了她 是警察 警察还了我姐的清白 从那时候起 我就想当一名警察 我不能让我的家里人受到欺负 后来我妈告诉我 警察不单是保护你的家人 他们更要保护全社会的安定 我觉得警察是崇高的 是我要为之奋斗一生的工作 我妈丽丝贤最遗憾的是什么 没看上 我穿着一身警服 下个月就是我妈的忌日了 我本想毕了业 堂堂正正地穿一身警服 去我妈的墓上给她上坟 可现在 我还想着等我将来工作了 我要让我姐 让赵小霞 过上舒坦的日子 你真的妈的傻 我简直就是个傻蛋 小阳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所有说的这一切 都不应该成为 你可以毁掉你姐姐一生的理由 你如果真的那样做的话 也许你就是一辈子的傻蛋 我的职责是将犯人生之义法 而我现在呢 請问你 哈 的 她是毁了你赵小杨的梦想 可她毕竟是你的姐姐 那天在官局 你姐姐为了证明你赵小杨的清白 甚至于不惜伤害自己 不管她做了什么 这都不能成为你 毁掉她整个人生的理由 小杨 你来了 我给你送来了几套替款衣服 还存了一千块钱 你不恨我了吧 姐姐知道错了 我保证解毒以后再也不行了 你吸毒多久了 没多久 我也没想到 会有出这么多麻烦 还把你牵扯进来 我心里也难受 你们学校知道这事了吗 没怕你怎么样吧 那就好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我反正也就这样了 可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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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临走的时候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妈让我好好照顾你 可是我却 你别在我面前替妈 你不配 你不配 你之前 不是说毕业想去进毒队吗 怎么样了 他们要你了吗 你应该穿着警服来啊 我特想看你穿警服的样子 肯定特帅 你别说了 赵小霞 我问你 你让我帮你运过几次毒品 就一次 你说就一次 你看看 这都是你自己记的 上面起码有六七寸 你居然到现在还在骗我 要不是我在服装店 发现这个你还打算 打算让我帮你偷印毒品 到什么时候 我 你以为警察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你觉得进毒队 还会要我这样的人吗 我告诉你赵小霞 他 我从公安局出来 就被警察开除了 你给我记住了 是你毁了我的人事 我 向阳 你听我解释 你别说了 这么多年 我欠你了 我会慢慢地还给你 赵小霞 从今往后 我不再是你的弟弟 我也从来没有你这么一个 姐姐 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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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撑 你 我 你 自己的 看着你的离去 我最亲爱的你 但因为我祝福 就不要为我哭泣 是否记得我曾读底 就算到下一步放弃 是否仍记起了 我所有的努力 燃烧我所有的记忆 为我最亲爱的你 原来最了解我的人 只有你 回来我的爱 我的心从不曾尴尬 多希望 这一切是想意外 对于错 是与非黑与白 回来我的爱 生命里没有你 没有色彩 青春的花 依然为我们盛开 原来我 带给你的伤害 这世界 不会再有阴霾 反正 什么令人 特别来 对于 还不过 我也感谢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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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